开张圣王清典 神秘古物重现 当时我们在圣王宫 下面的倉庫找出来的 后来就请文化纸来鉴定 才知道说这是古迹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 我们开张这种冥冥之中 它叫料出来 桃园也有月老庙 在地就能求姻缘 之前其实是去台北求 只是就是好像也没有找到 有个大哥还很热心地跟我分享说 他在这边有找到姻缘 所以我就来求姻缘 最近也是顺利有找到对象 想说来跟月老禀报一下 百年甜蜜好滋味 因为信仰所以传承 大概就是二十几岁 那时候刚接电没多久 我爸爸也刚好过世 然后那阵子其实就是 蛮烦的啦 其实你在烦的时候 还是会想去找一个 心中的信仰 那其实我最记得 那时候来的时候 求一支钱 然后整理的意思是 他希望你不要想太多 继续走下去就对了 对坚持下去就对了 其他的就不要再去多想 他说反正遇到事情 总是会过去 各行各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守护神 你能想像连姬节也有专属的守护神吗 姬节守护神又是哪一尊神明呢 如果想要知道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台湾百庙 说到桃园 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观光老街 知名卖场 还是国际机场呢 其实桃园拥有多座百年历史的公庙 而这些公庙不仅代表着在地人的信仰 更有着丰富的人文生活风味 今天就跟着台湾百庙 一起透过不同的角度 重新认识并了解桃园的文化轨迹 谢谢大家的地方 从清代日治时代乃至于民国现代 一直屹立不摇地耸立在路中间 所有的人车都一定得绕道而行呢 是什么地方围绕在它旁边的 都是超过一甲子的老店 是什么地方是在地人 都会很久比较大的地方呢 是什么地方穿梭古今 深深连接着这一片土地的情感温度 到底是什么地方 不只随处可见 甚至还出现在代表桃园的区灰里面呢 大庙啊 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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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庙到底是哪一间庙呢 就是我们的政府说 原来大家讲的大庙就是井浮宫啊 听说井浮宫不只是香火鼎盛 而且还是桃园规模最大的庙宇之一 到底大家口中的井浮宫 头红大庙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足迹呢 井浮宫创建于乾隆十年 就是公元1745年年 至今有278年了 它最主要是祖室开张圣王 玄坛元帅 从事和庙众神 它的地点是比较特殊 在台湾的话 在路中间的庙也是很少的 它是四面名路 井浮宫是我们桃园十五街庄的信仰中心 大家都习惯称它为大庙 也是我们小时候生活轨迹中 很重要一个记忆点 没错 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民俗信仰 但相信每一个桃园人 一定都对大庙有着深刻的记忆 听着热情的乡亲 分享着早期的井浮宫 掉入时光隧道中的他们 眼神充满着光芒 你会发现对他们而言 井浮宫除了是他们的信仰之外 更多的是小时候记忆中的人情味 而充满人情味的井浮宫 其信仰渊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康夕年间的时候 章中的人过来台湾 过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有请神尊过来 因为要帮助这些农民的平安 也是原乡信仰 所以当时的话我们桃园大庙景浮宫 在乾隆十年的时候 就有设这个开庄圣网 所以说我们的桃园人 如果要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 都会来大庙拜拜 拜拜以后等回乡的时候 都会来感谢开庄圣网 感谢他平平安安 赚大钱回来这样子 其实当时的话庙都很少 真的是我听早期的人讲 那个历史也有记载 所以我们桃园大庙景浮宫 是桃园所有庙里面最早的 最早已经来到这里了 桃园景浮宫不只是开张圣王的信仰中心 也是桃园最早的开张圣王庙之一 由于圣王宫请政爱民 因此受到了张州人的惊讶 随着时代的迁移 直到今天 圣王宫也依然用他的方式 持续庇佑着深爱他的人民 而且听道长说 圣王宫保佑的还不只是在地人而已 我就是很奇怪 就是外籍移工也会去卡到 像菲律宾移工 那语言不一样啊 就发作起来 一个人抓不住 要三四个人才抓得住他 驾到我们庙外面再等 等时间我们开门 开门之后呢 我们里面工程员就会先打电话给我 大概什么情形 我就马上赶过来这样子 一大清晨 六点多 七点多都有 就当下就依我们的道教的方式 来跟他除煞 收盆回来 每次都很顺利啦 收好盆之后 那当事者都会慢慢的清醒过来 那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眼睛睁开 都第一句话都说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很神奇很神奇的 我们圣王的威力实在是 没有办法以言语来讲 桃园曾经是张州移民辛苦开墾的荒帝 如今圣王宫依然庇佑守护此地 而且圣王宫不只保佑在地人 连语言不通的外地人 也在他的圣威下被他庇佑着 而景福宫除了有备受推从的圣王宫之外 景福宫的建筑更是由寺庙建筑大师 陈应兵先生设计建筑而成的 难怪刚刚一走进大庙 就能够感受到气宇宣扬的不凡 陈应兵陈大师他的建筑特色的话 就是所谓的从严歇山甲氏垂 那甲氏垂的建筑的话 在台湾的古迹庙里面的话 算是比较少见的 尤其到景福宫甲氏垂的建筑 是比北港朝天空晚了12年 那这12年来的话 陈应兵陈大师的建筑设计的工艺技巧 各方面是更加精进的 所以我景福宫现在呈现的 这个甲氏垂的建筑 就更剩余之前 在别的庙宇所做的甲氏垂 还有我们的溜津斗拱 赤湖斗拱 它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多变 那根据陈应兵村子的说法 说所有陈应兵所设计的 那个溜津斗拱的造型会有108种的变化 这个是在很多寺庙里面 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的 景福宫的正殿的溜津斗拱部分 它的层数之多 可以说是居全台之冠 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之美 全台稀有的歇山式甲氏垂 让宫庙更显壮丽 吃湖拱更是大气 呈现斗拱之美 听主委说 景福宫还有其他特殊的东西 要跟我们分享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早期其实 那时候当时没有自来水 家里用水都是来这边拿 尤其是在这附近的住户的话 居民几乎都是天天来 这个古井里面拿水 就是说的很奇怪 这边附近的喝这个景水以后 这附近的住家就是 不是当医生就是有钱人 所以说是不是说 横溝的庇佑下 这个景水也有神迹 尤其最近的话有一个 我们在台湾有一个陈医师 他开了十几家诊所 他跟我说 他之前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他如果肚子饿的话 他都还喝这个景水 结果后来考上台大医学院 现在那个医院又开了那么多家 我想说这个也是圣王公庇佑 这个古井还是 还有他的神奇的地方 哇 这么神奇的景水 喝不到真的是太可惜了 不过没有关系 听说景福宫之前在重新整顿庙宇的时候 有发现一个神奇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呢 不然我们来问看看主委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哇 你们好厉害 这个我们大庙的神奇的地方里面 也知道 好 我带你来去看 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真的很让人好奇呢 这个株台仙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也是一个古迹 之前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本宫有株台仙 当时的时候 我们在圣王公下面的仓户找出来的 后来就请文化级来鉴定 才知道说这个是古迹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 我们开张的时候冥冥之中 叫株台仙要出来 这个株台仙是以前早期的时候 这对被圣王公找出来的株台仙 模样鲜明 细节略有不同 而扛着株台的人物貌似无人 造型极为罕见 来到景福宫 不仅有圣王公的保佑 还有着美轮美欢的建筑可以参观 甚至还有百年古物可供人巡礼 但你以为景福宫只有这样吗 景福宫不仅关心着人民的祈愿 甚至连年轻人的需求 都替大家想到了 到底年轻人的需求是什么呢 之前其实是去台北球 只是就是好像也没有找到 有一个大哥还很热心的跟我分享说 他在这边有找到姻缘 所以我就来求姻缘 那最近也是顺利有找到对象 景福宫不仅关心着人民的祈愿 甚至连年轻人的需求 都替大家想到了 到底年轻人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们每年的年底 或者是年初 历年年初 我们就办这个点灯 这个光明顶 还有一个是拜祭 都是我们的庙的主要的 所以我们这些是拜祭 都是问到我们香港座 和重心来给它保笔 大家来店的人 是新家来的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家庭美丸顶顶顶 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景福宫 除了保有传统的习俗之外 也不断地求新求变 让传统与现代并存 展现出景福宫的新魅力价值 景福宫在这几年 做了许多的创新改变 不只硬体建筑物重新翻修 软体服务更是全面升级 就连光明灯都非常的与众不同 一般你们去庙里面的话 你要点光明灯 有时候你点好 你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们为了便利这个信众 所以说我们有 做这个台湾第一个的光明灯 给服务给这些乡民这样子 好那我再试试看 您好 欢迎您来景福宫点灯手术 服务您身体健康万事无益原成光彩 现在这个光明灯是我们都有在点很好 之前的光明灯是要用找的 现在就直接用手机号码一按上去以后 就很方便很快的就找到了 这科技光明灯也太便利了吧 以前点光明灯之后呢 都还要再三确认安放的位置 现在完全不需要找 就可以知道属于自己的光明灯在哪 难怪人家说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这真的是太方便的服务了 但你以为现在科技进步 只有用在寻找光明灯而已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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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大庙景福宫还有更便民的服务哦 因为我们桃园呢是国际的城市 所以有许多外来的观光客呢 他们会选择桃园大庙景福宫 成为他们首要的参观的庙宇 那当然他们也会入境随俗的去祈求 那甚至呢也会想要抽签 抽签 那我们呢就有建于此特别引进的一个国际语言的签诗机 那它的语言有五种 就是我们一般的繁体字 简体字 还有日文 韩文 越南文 那这边就是 当然就是符合我们这边参观民众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我们只要求得签诗以后 我们在这边可以点选 那选自己抽到的签诗的第几首 那它就会列印出来 这边可以选择语言 所以它会有不同语言的解读 当然就可以满足各个国际人士他们的需求 你取了签诗之后 我们也可以另外到那个我们的点灯部的柜台 去查询更详细的解释 以往古早的解签机呢 它是需要人家解说的 所以是明信上没有所谓的保密 所以现在用这个我觉得非常棒 让我们信众呢 私密不会泡路 哇这个的设置实在是太便利了 而且它有五个国家的语言装置 连我美国的朋友来 我都不用担心 没有人帮他解签 太方便了 我自己实场也来求签 没错 这个多语化的签诗机 不只保有个人的隐私之外 而且还有中 英 日 韩 月 这么多国的语言 让各国旅人来到这里 也都能够入境随俗 看文言文签诗也不怕国文造语不好 立刻读懂神明要给我们的 专属祝福与建议 针对国际化的桃园来说 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巧思啊 再来说到出门旅游 相信不管去到哪里 都不外乎想要带个伴手礼回家 跟亲朋好友分享出去玩的喜悦 但是如何送礼送到新坎里 也是个很重要的成年客厅呢 我们景福宫在前年有 成就了一个整修计划 那是把我们比较成就的一些 建筑构造修复 我们主委也是希望 让庙能够更有活力更年轻化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创立了一个文创部门 我们想说大家 世世代代都会来大庙做祈福 除了满心欢喜的回去 我们是能让他们 有一些实质的东西 实质的祝福可以带回家 与他家人亲友都分享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些文创的设计 我们一开始是以 符令的设计为发想 再搭配不同年轻化的材质 还有一些创意就成就了这么一些些的文创品 说到年轻化 景福宫在保留传统的同时 也踏上了时代的潮流 有鉴于现代男女求良缘者人数众多 特别增设月老神军殿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月老神军 可是从知名的大稻城下海城皇庙分令而来 以后信徒要向月老求姻缘 求良缘 不用远赴台北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也会来大庙跟长辈一样 过来大庙这边祈福 那我们就想说 那年轻人他们也会祈求 姻缘 良缘 人缘 所以我们就想说 应该要来供奉一个月老神军 来我们庙内 来满足更多年轻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民国109年 就是从台北大稻城 峡海城皇庙分令月老过来 创立了一个月老店 那我们还特别请了 陆港最有名的雕刻师傅 来帮我们雕刻了一尊月老神军的圣像 大庙连年轻人的需求都照顾到 是不是真的很贴心呢 而且听说短短两年多 已经促成了数对家偶 成就非凡 之前其实是去台北求 只是就是好像也没有找到 刚好有听到大庙这边 有月老还蛮灵验的 有个大哥还很热心地跟我分享说 他在这边有找到姻缘 那我也就是离大庙蛮近的 所以我就来求姻缘 那最近也是顺利有找到对象这样子 那想说来跟月老禀报一下 希望我们之后感情会蛮顺利的 我今天是来拜月老 想要求求看 有没有什么桃花运这样 那怎么会想到这边来求桃花呢 因为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听说这里有月老 好像还蛮灵验的 所以就想说来试试看 哦 原来这里的月老有求必应 难怪越来越多的信众都 假后倒休不 到这里来祭拜月老 但大家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拜出 好良缘 好桃花吗 我们在祭拜月老的时候呢 可以求红线 神殿旁边有附良缘红线 取回去以后呢 就是可以随身攜带 或者是放在枕头底下 那月老红线它的作用就是 能够增加你的人缘 不论是姻缘 或是你工作职场上的人气啊 还有就是跟人交际之间 有没有比较顺利 甚至是已经结婚的夫妻 也可以求红线 因为可以维系 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 如果这个红线 可以一直长久保存 那每次回来拜拜的时候 都可以过一次乡路 那就是随身攜带 让你的人缘一直都是很好的 没错 月老神君不只掌管男女姻缘 他更是万元之神 只要你想得到的缘 月老通通都能够帮你搞定 只要你真心祈求 相信不管是贵人缘 好姻缘都能够在你左右 那时候刚接电没多久 我爸爸也刚好过世 然后那阵子其实就是蛮烦的 其实你在烦的时候 还是会想去找一个心中的信仰 那其实我最记得 那时候来的时候 求了一支钱 然后神明的意思是 他希望你不要想太多 继续走下去就对了 月老神君不只掌管男女姻缘 他更是万元之神 只要你想得到的缘 月老通通都能够帮你搞定 只要你真心祈求 相信不管是贵人缘 好姻缘都能够在你左右 桃圆大庙来讲的话 在往常大家的印象 就是比较一些传统 那事实上我们当跟桃圆市政府 还有跟我们忠诊上去做一些配合 有些活动我们也跳脱一些传统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大庙旁边 一个大庙派出所 那基本上这是桃圆市政府 民政局他们主管 他们也围由我们桃圆大庙来掌管 像我们二楼来讲 我们常常会不定期办一些相关的宗教 民俗文化的一些展览 这些展览来讲的话 除了我们让一些民众 可以更了解宗教 更了解民俗 更了解地方文化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促进 中正商圈的一些发展 拥有百年历史的景福宫 不以老大哥自居 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结合文创团体 共同为邻近的商圈而努力 在地人口中的大庙 它不仅仅是地方信仰的核心 它更承载着许多桃圆人的回忆 它见证过桃圆的百年风华 如今更成为了 串联桃圆文化的重要推手 比林大庙的博爱路 可是桃圆最早发展的商圈 据说这里还曾经有过 响当当的称号 叫做桃圆西门町 以前博爱路其实又叫做服装街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 手座的西服店 旗袍店 鞋子 衣服都在那边 然后附近还有像卖银饰的 钟表的都在 都在这附近 所以以前比如说你要办嫁妆 或者是结婚 你大概来这一条街 就可以把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买齐这样 对 那另外一个是新明街 新明街它其实又叫做桃圆第一街 它其实是日志时代就有的老街 那以前也有很多商店 其实也都会在这一条街上 那旁边又有新明市场 所以以前是非常非常热闹 听说车子都起不进来这样 就是一定要用走路的才有办法 远远的 所以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个地方以前真的是桃圆一条 最繁荣最繁荣的区域 景福宫周遭商圈从繁荣到没落 历史也慢慢被人们所淡忘 但曾经流传过的故事 其实都深深地烙印在大家心中 而近年来有许多的年轻人返乡桃圆 成立团体 共同寻找对桃圆在地的认同 惊喜的连结 新旧的温度 像我们淘脱邦一文联盟 其实也是很希望用自己在地的力量 不用艺术的方式来跟这边在地的故事做一个连结 那因为其实桃圆这一边最早最早来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比较少人知道桃圆这边的故事 或者是你问说桃圆这边有什么 大家可能都打不出来 可是我们就会是觉得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有属于他自己一个城市的样貌 然后也有像景福宫的信仰 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很少人比较知道的 所以我们大概会从用口仿的方式 用艺术的方式来希望让更多人能够 来这边能够长出属于自己的艺文特色这样 在地的传统信仰 曾经的传奇故事 加上改编研写 成就最具特色的地方记忆 景福宫其实有属于他这边的守护神 是那个凤凰 然后当时又叫做冤家 然后他们就开始想象说 会有这个守护神 可能是因为之前大战的时候 就是这边有很多尸体 然后就是因为有守护神冤的营教 所以让这些尸体能够得以安息这样 然后从此他也变成吉福宫 就是那个屋檐上的一些圣鸟 姑且不论故事的真实与否 只要我们相信它就会存在 故事就能够被世世代代的传唱下去 而这就是最美的传承 除了流传的故事之外 景福宫附近还有其他更多的传承故事 在景福宫附近的 除了很多手工艺啊 一些以前的记忆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相传好几代的好味道 都在景福宫这边 然后一直存下去 是的 围绕在大庙旁的 不只有百工百艺的传承 还有无法割舍的老味道 这些老店延续的不只是传统 它们更代表着在地人 共同的温暖记忆 原成它是从我祖父开始 到现在大概有八十几年 现在我是第三代 现在第四代在协助经营 我们目前主要都是做西点面包 都是纯手工的 它以素食为主 68年来这里开店 来这里开店 那时候跟上海师父学土 那种是很苦的 现在团队我们出家 我们都是用手工 不想用家工方式 才讲究是手工 中期在我阿公的年代 阿公二十几岁到现在 已经有九十几年的历史 从阿公到现在 我们已经传承四代 现在是第三代在经营 第四代也参与在制作 这个就是纯左宫不传外人 我们都是做手工的 一切不是山河河庭 现在我们的孩子算是 他也跟我在做 不论是坚持职人手作精神 还是对品质的极致苛求 这些老店承载着历史文化与 记忆传承的使命 对他们而言 守护家族的信念 以及圣王公年复一年的陪伴 都是支持他们走下去的力量 以前我爸爸他都会带我们 到景乌宫那里去拜拜 现在不然我带我儿子 我的孙子 他们常常也去景乌宫去拜拜 因为我们现在跟神明的关系 就觉得很亲近 就好像自己人一样 我们每天去就是跟他问安 阿公开始就是在景乌宫军天社的会员 所以我们家都是虔诚的信徒 一定会到庙里拜拜 不管他有什么节庆 初一十五一定会在景乌宫那里很虔诚的习拜 我们有时候生命也不好 就算是去那里走去拜拜 我们跟他们说 这样我们回来 我生命就觉得生命会比较好 老店里绿叶新枝振奋发的 在新的一甲子中继续开枝散叶 相信在圣王公的庇佑之下 他们可以代代传承下去 听说这边还有一家店 桃园人人皆知 他卖的可是连圣王公都爱吃的糖 景乌宫这边每十二年都会建教一次 建教的时候可能有风啊怪风 然后把建教的牌楼给吹到了 那就是靠麦芽糖 然后把牌楼给黏起来这样 对让这个建教可以直接过去 然后也让靖夫公的故事 能够一代一代地被流传下来 发挥想象的故事 造就了神明也爱吃糖的传说 这家麦芽糖在桃园开业至今 已经超过了一百五十个年头 作为第四代传人的张从祥 承袭着曾祖父传承下来的手法 恪守着繁复的步骤制成 以最熟悉且最纯粹的麦芽香 再次擦亮属于四代的百年招牌 小时候就是阿嬷在做的时候 因为他老人家 他希望我们就是小孩子能够帮忙 那我们就是从小看到大 我阿嬷过世之后 就换我爸爸接手 那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小学的时候 也是看着我爸爸在做 然后再一路到长大 到了念国中 念高中 然后就是这样子看着爸爸辛苦 小时候也是看着阿嬷辛苦 然后爸爸辛苦 然后到爸爸就觉得说 原本是打算把这个东西 丢给我哥哥 可是我哥哥觉得太累了 他不要 那我爸爸就说 要不然就是你接下来吧 那我就把他接 我就这样子接手 老板以简单的言辞 叙述着接班的过程 然后接手之后的各种心酸 仿佛昨日历历在目般的 让老板红了眼眶 刚接手的时候 你一定没有办法去把所有的东西拿捏得好 可是你会遇到很多老客人 跟你讲说味道变了 或者是品质变了 或者是某些问题 那客人千百种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客人讲 我们就是改进 然后慢慢的去检讨自己 大概就是二十几岁吧 那时候刚接电没多久 我爸爸也刚好过世 然后那阵子其实就是蛮烦的 对啊 就是蛮烦的 那其实你在烦的时候 还是会想去找一个心中的信仰 祈求开张圣网 给我们一些指示 或者是一些开示什么的 那希望他也保佑我们平安 对老板而言 景福宫不只是信仰中心 更是他儿时快乐回忆的所在 曾经有一度想要放弃的他 心却像被粘稠的麦芽糖 紧紧的缠绕着 无法舍弃 大概十七十八年前了吧 那时候就是刚好 爸爸过世 然后我也跟我老婆离婚 那那时候其实没有 就是你身边已经没有人了啦 那你就是来这边拜拜 然后你希望说 就是来这边 你还是会希望说就是 神明他给你精神上寄托以外 那你就会去 去思考我们 我做这个行业 跟人生 我该怎么走下去 其实 有时候就是 跟神明祈求嘛 然后跟他球签 那希望他给你指示 那其实我最记得 那时候来的时候 球签之前 然后神明的意思是 他希望你 不要想太多 继续走下去就对 对 坚持下去就对 那其他的就不要再去多想 他说反正 遇到事情总是会过去 对啊 那我就是 一路是这样子 保持这个心态 一路的往下走 然后来到这里就是 其实就是每次拜拜完 就是坐着 你就会去想到以前小时候 在这边 反正就是会去想那么多 然后就去想说 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就是丢掉 对啊 就去想以前快乐的东西 遭逢人生低潮时 盛王公如同父子般的 给予了老板温暖的拥抱 让老板得以在心灵上 再次获得满满的力量 持续地坚守下去 景福宫的存在横跨了不同世代 他看着商圈繁荣 他陪着商圈没落 他给予人们的不只是信仰 他更陪伴了大家度过所有的喜怒哀乐 随着都市发展与转型 大庙面临了许多的问题 但他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与气象 努力地为地方打拼 让更多人重新了解大庙 再次凝聚起桃园人的心 有一个信仲 得了重病 经过医治都没有好转 后来他就是 有地经托梦给他 他就找到我们陈胜公 来拜拜来祈福 他就抽到一只鲜王 刚刚桃园市中心的大庙 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信仰 更是一种感动 接着我们把视角移到台湾的国门 桃园机场 听说桃园机场附近有一座庙 主寺神明官圣帝君 还有个特别的称号 赶快跟着台湾摆庙 去探访卢竹陈胜公吧 我们青森郁 在青康熙年代 差不多距离三百多年 由福建省 徐氏的一个前辈 徐管生 徐管生 带两个小孩 七十七十多 经过黑水稿 我们台湾要夹黑水稿 过来 来到我们团队 就是今的客户 海洋和旁海里这个所在 开枪辟地 过来呢 到民国六十三年进政 因为这个祺是中青 因为说 帝君这么灵感 就来建这个建庙 来修万人的吊摆 到这个时候 应该有五十几年的建庙 五十几年的时间 卢竹陈胜公建庙 虽然才短短的五十几年 但却拥有三百多年的老帝君 听说这老帝君 还曾经有一段躲藏时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老帝君 在这个旗时代五十年了 那个时候因为 日本人奉民法 他就是要 把这个我们 中国文化的历史 把他破海 所以说 他去把这个新春 去敲 去收来破条 绣掉就对 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的主题 把这个我们三百多年的老帝君 就藏在蜜皮底 让日本人没得到好 插到 所以说 我们帝君 跟老到这时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原来如此 这三百多年历史的老帝君 历经种种磨难 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继续他对信众的关爱与庇佑 有一个信众 他是住新竹 他得了重病 他住在大医院里 他就是 经过医治都没有好转 所以他都到很多庙去拜拜 可是也没有起色 后来他就是 有绿经托梦给他 他就找到我们陈胜公 来拜拜 来祈福 他就抽到一支千王 可是他的家人都不相信说 他这么重病的人 会抽到千王 他就又第二次来拜拜 他再抽一次 还是中了千王 后来他就回去以后 他就 经过一段时间 他就是病情有改善 他就经常来拜拜 这百年老队棍真的是很厌 难怪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 络绎不绝 听说这卢主 陈胜公的老队棍 还有个特别的称号 到底是什么呢 赶快来问一下主委吧 整个航空城在109年 计划通过以后 如火如土的进行 在进行中包括住户的拆迁 也包括地上户的补偿 那当初在区域内的 很多家的大公庙 都面临到拆迁的问题 那陈胜公这边 透过陈勤 透过沟通 透过协调 那也感谢我们市政府 尊重名誉 尊重地方的意见 那终于把陈胜公 原地保留下来 也就是说 整个航空城开发计划区内 陈胜公是唯一一座保留的宫庙 那陈胜公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坑口海湖工业区的一个区块 那以后纳入航空城 周遭的土地会变成是我们的商业地 那时候郑文贊市长讲 航空城的五财神 就也是我们陈胜公的关圣地区 因为他辟友整个航空城的开发顺利 那也希望以后在我们的商业区也好 在我们的产专区也好 希望整个航空城的开发计划顺利以后 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成长 那我们附近也将近有 50家左右的上柜上市公司 所以航空城五财神 我们关公也是五财神 那陈胜公也是我们航空城的五财神 关圣地区也是航空城的五财神 是这样由来的 卢竹陈胜公除了有 航空城五财神的美名之外 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头衔 因为陈胜公的地理位置 刚好位于机场捷运的A11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坑口站 当初郑文贊市长 来到陈胜公拜拜的时候 那在104年 他在祈求机场捷运早日通车 终于在106年 如期的通车 而且非常的顺利 甚至于在107年 108年 开始就有 营运就有结语 所以陈胜公正市长 来到陈胜公拜拜 他说我们陈胜公的关圣地区 是我们机场捷运的守护神 没错 有着综艺形象的老队公 在这里不只有 航空城五财神的封号 还有机杰守护神的头衔 但不论老队公的称号是什么 相信老队公都会守护在地居民 保佑航空城 机场捷运发展顺利 为地方带来更多的财富 没错 有着综艺形象的老队公 在这里不只有 航空城五财神的封号 还有机杰守护神的头衔 但不论老队公的称号是什么 相信老队公都会守护在地居民 保佑航空城 机场捷运发展顺利 为地方带来更多的财富 刚刚在参观陈胜公的时候 发现的一样很特别的东西 听说还是全国唯一的首创 到底是什么呢 在其他的公庙 他们的做法是有60尊的 太岁兴君 那每年植年的太岁兴君 把他请到主位上去做 那做满一年以后 隔一年就换下一尊 等于说60尊神明在那边 轮世一年轮一次 那我们是把60尊的太岁兴君 刻在我们的神柱上面 那植年的太岁兴君 我们会把他的名字 经过我们的法师的加持 开光 然后把他放到我们的 太岁兴殿上面去 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全国首创 那我相信也是世界唯一 这全国首创的太岁柱 真的是非常特别 不过为什么外面现在听起来好像很热闹 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农历6月24号 是我们关聖帝君的圣诞千秋生日 那我们在他们的前一天 会办了一个活动叫做 神喜夜巡绕镜活动 神喜夜巡绕镜活动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耶 主委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吗 我们每年的观光文艺祭 包括我们的点灯祈福 包括我们的神巡夜巡烙军活动 也包括我们的祝寿活动 还有我们过我们的半年节 补秋运的活动 都包括在这一次的文艺祭里面 那今天我们的神喜夜巡绕镜活动 我们每年都有将近100个镇头 然后到我们的大园区 我们的如竹区 包括我们的南侃部分地区 来做一个夜巡绕镜 保平安的一个活动 那可以说是我们北台湾 最长的一个镇头 而且我们是有花车 还有我们的义格 所以在今天会非常的热闹 然后家家户户 会在他们门口设立香案 来拜我们的观光 还有我们的众神明的一个夜巡活动 那我们祈求地方上能够平安 地方上能够顺利 让地方能够更兴旺 我们的游客 其实中国运动 我们的一个人 这些没有更大的 闪开了 三游客 来来 上来一句话 三 二 一 一 耶 如竹陳盛宮 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號前後 都會舉辦 關公文藝祭系列活動 這是當地人一年一度的盛事 透過活動 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宮廟信仰 而其中夜巡繞境的 祈福采接活動 更是陳盛宮的一大特色 也祈求老帝君 能夠保佑桃園平安 守護地方發展 新家貴會 在台灣 百廟眾神信仰 無論在任何時空背景之下 都是安定人心的力量 也是雲雲眾生的心靈寄託 如果你想要了解 自己周遭的在地文化 亦或是對於古早匠義 傳承有濃厚的興趣 不妨走進廟宇 透過神奇 信仰 建築 以自己獨特的視角 閱讀《百廟之美》 感受真正在地的 歷史韻味吧 吉他 超過神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